应该说我们就是现在在推药这个 因为刚刚大家有发现 各位网网网 有发现我们会一直在讲说简单跟打 因为我发现很多家长在开始 要让小孩子接触舞蹈的时候 也会怕说是不是刚不上 他就会这样乱跳 他就跟他拆几针 所以我们才从后面下个月开始 才会分成D级单跟C级单 那我们会分成D跟C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在应用一个系统 算是街舞的阵照 那这个街舞阵照就分成D、C、D、A 那刚刚大家跳的舞蹈那边 都可以偏算叫做第一级的排舞 或是偏C 可是还跳到完整的C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先请 我们今年要去考阵照的小朋友 来示范一下 第一级阵照的排舞动作会有哪些 他就很像考一般的阵照一样 就是会有全国各地的小孩子 然后有老师带个比教室 我们教室就是学校 然后代表 然后去考试 然后在内地卷 他是好像只有7000多个人在考 对 然后我们台湾人口基数比较少 所以就是大概只有200 300多个 有300多个小孩子在考处 然后我们考处就是 让小孩子比较知道他现在自己的状况 知道哪 那爸爸妈妈以后如果去其他的 不对 如果来上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说 呃 他比较适合像D级或是C级 让我们比较好够出分 因为很多家长来教室问客人 一开始有 现在有在教室的家长一开始 一开始你来问我们觉得说 要看他的状况 要看他的个性 要看他的国际 可是如果现在D级是C 我都分成一够 有程度我都会丢到C 没程度我都会丢到C 那你两边都可以同时开发 也可以两个卡都可以上 因为基础有很多小孩子是需要奠定的 对 像我有一个 其实现在也是高一的小孩子 我从大半代到高一 那他就是慢慢的让我堆叠那些基础 我基础是没有突破的 这是在增加的吸水动气到水 对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应该很快 小孩子其实记忆力很好 也就算丢了他在增加的东西 他学习会很快 对 所以我们到处不用担心 这是绝绝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CSAC第一级正照班的示范同学们 掌声鼓励 他就是球标准 然后力气 还有整个跳舞舞感 然后要带齐软站 好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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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沒有用上重複的動作 可是這些動作 在一開始清楚的 尼哈動作一定是很常出現 他就強調學生的協調 跟律動的標準度 然後我們的音樂 還有所有的動作的排列 都是按照系統裡面的教材去做的 所以不要是考試 大家動作都一樣 好處就是 你可以從這個中間 發揮自己小孩子的身體 不會或出現位子 還是對剩下腰的這樣子 掌聲鼓勵 好 好 你們不要動